好了 看到新北市一名李姓男子 因为住在隔壁的外甥 和他人有行车纠纷 结果被对方来上门寻仇 结果这对方竟然误以为外甥 是和舅舅住在一起 就丢职了两枚的信号弹 导致整个客厅起火燃烧 这名李姓男子非常生气 弃者拿刀来追砍 其中一名纵火男两刀 最后双方都进了警局 一楼民宅外拉起封锁线 屋内一片凌乱 桌椅沙发地板通通烧的焦黑 信号晚间六点多 一群男子拿着两枚信号弹 朝里头丢职 正好丢在电线上印发火事 睡在客厅的李姓屋主级家人 吓醒仓皇从后门逃命 他要走出来的时候都抓来 他也算终于去抓菜刀 真的我们也会 他有手法吗 有啊 就是抓菜刀给他们很苦 不然要用什么给他们母 他们抓刀都抓这么长 这样啊 他的车要裸火了 他要裸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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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小人家裸火了 看这样好多 他意思是说 你车还要拥上的 我们要停不下火 这样就不下了 他也说 你把他拔弄了 对了 他不说我们不能拔 叫你头头擦好而已 这样而已 吴主行友表示是发现两小时双方有行车纠纷